現在我是過長洲的 現在時間3點35分 平洲碼頭有一隻船叫環水道 在這個位置等上船 船期現在先拍給大家看 單程14元小童7元 同平洲出中環也是一個碼頭 只不過入閘位置有點不同 今天過長洲的人都比較多 大大平洲 有冷氣位置 我們就坐外面 外面就空空一點 鏡頭拍著余景灣 原來這個島大家相信都不知道是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也是剛剛問我老公 這個地方叫九信州 他說是放一些藝品的物品 藝品的倉庫 現在到了梅窩了 到了梅窩了 十幾分鐘現在來到芝麻灣 這一檔子大都在北深 這個島有名是行山的 還有chuks有個有可愛的石頭 很多次我都會過來拍去拍 還有好像是有條路去貝澳 這樣的旅程 有一條步道 Eldrhan 這個位置也有釣魚 在這裡釣魚 到長洲了 差不多乘了一個小時 到長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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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上也頗多人 當然是未有疫情之前 失爆那麼誇張 不過比我想像中多人 來到長洲了 想不到長洲這邊出太陽了 長洲這條街叫東灣路 這間魚蛋檔是比較出名的 泰國東西沒什麼外賣 我印象中這個位置 最往的時候是要逼的 今天也不用逼 長洲的優勝之處就是 它有便利店 也有兩間不同的超市 也有759 日本城萬寧 還有其他小店 買衣服 賣日常用品 所有東西都比平洲多 長洲很多這些班車 都挺有趣 剛才說到 它有便利店 日本城 前面有一份市 再走前一點 我記得好像還有一間圍康和大街 所以它們的日常用品 都比較齊 很方便買到 我住的平洲 只有一間圍康 還有一些小店 藥房 賣日常用品 就沒有它們那麼集中 那麼多款式 我現在走前去 就是打算去吃 那個蛋撻 那間蛋撻 好像是十分四隻 很好吃的 新鮮出爐 不過不知道它今天有沒有開 就真的 走前去看看 走前一點 這裡有一間章記魚蛋 它1959年開業的 以前這裡是床會曬人 今天也不太多人 剛才說到日常用品比較多 這裡也有小朋友的玩具買的 涼茶也有 好 那晚遲一點 就是我想找那間餅店 那間店叫康蘭餅店 好 好些迷你蛋撻是立即做的 熱辣辣的 十元四個 你去做一盤買一盤 很快手 好了 我現在走去 長洲那個沙灘那邊 走過去先 我想今天進來的那些人 都應該差不多出去的 因為現在時間五點鐘 前面有間A、B&B 以前也有很多人 預訂這邊的度假屋 現在沒有了旅客 我想只有本地的香港人會預訂 這個位置就是有很多情人鎖 先看看 挺漂亮的 先勸勸弄一個軟的購物 在這間店裡買情人鎖 之後就在剛才那個位置鎖住 有很多錢 身邊還有一個 其實也有很多錢 些人鎖住 多找一個給你安全的 嘴巴 到這家店裡 是那麼大便 在這家店裡 它美國今天這家店有些一家店 都可以見到現在 那家店裡 哇 好多 我剛才以為是Airbnb找錯了 原來是B&B酒店 這個位置就是入住的位置 裡面也有東西買的 我向前走多五分鐘左右 就是長洲沙灘 前面也有些食屍 我想人們六點前先吃飽 晚上回家燒東西 裡面也有一定的日落 不過之前的酒吧已經不開了 也挺漂亮的 在這裡 前攝燒有一間 買車頂麵 賣管仔廁 還有糕點的店 沒有休息 有些人也是買完之後坐在旁邊吃 這裡也有幾間商店 我也覺得它的市家品牌 賣的東西也挺有趣 有客人來通常都不會進去拍攝 去試打擾別人 這間是賣咖啡和酒酒餅的 現在應該新開的 不過我差不多一年沒過過來長洲 也有很大的便發 其實不用五分鐘 就到長洲東灣泳灘 不過今個星期 現在呢 沙灘就是封了 應該就不會再有市民 下到去的了 如果下到去 都要位位五千 那它都做了一些維封的 站在這裡 那些市民正常 見到都不會下去的 那我現在走前一點看看 不過呢 有些小朋友真的下了沙灘 軟浪那邊呢 就是 東堤 那這一邊呢 那這一邊呢 就沒有人下沙灘了 那我也很乖啦 那當然是不下沙灘啦 我是良好市民來的嘛 那我這邊也有些掛肥片 也挺漂亮的 來看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Hong Kong 雖然不是外國那些那麼漂亮啦 不過 這裏是離島 有些東西看一下都挺有趣的 長洲的英文 很大風啊 那邊呢 還說冷啊 還有會下雨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氣 好像昨天一樣 昨天 穿件短袖衣服都沒問題 今天呢 我要出回健博的外套 因為剛剛始終病好 我不想再病 前面這間是酒店 不過我不走太前了 不拍了 來拍一下少數 回頭看呢 我看到長洲那間醫院 在這裏 平洲是沒有醫院的 長洲呢 就有一間 醫院 街名是 長洲醫院 很龍 剛剛看到呢 有些字呢 很有趣的 打算拍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 左十邊這幅牆的字 有沒有人知道它寫什麼呢 如果你知道是寫什麼的話 麻煩留言告訴我吧 這個遊樂場呢 應該都是封了的 不過呢 有一些 很乖的小朋友 就開心的 就拆了一些圍帶 不過我想明天都會有回職員 會為風回來的 和我老公拍片的時間呢 我就在這裡吹一下外風先 有些人在玩風範 有些人在玩風範 洗手間應該都封了 走前一點就是 東堤前中 這邊的人流是不斷的 這裏是東堤前中 這裏是國民路 這間叫做國民學校 走前一點 如果掛給田也挺漂亮的 這間叫我一個 我應該先上前 因為有隻貓貓 長洲有很多這些小店 大家多多支持小店 我向前走也有些雜貨店 這間我沒有記載 泳衣 毛巾 玩具 襪子 衣服 給小朋友 有 前面也有一間小市 剛剛那間熊記士多 旁邊有個油桶 很懷舊 好 倒上居民也挺不錯的 沿著剛才 東堤那邊 走回來這邊 就是 拍一邊吃海鮮的 前面排隊 就是賣長洲 平記 我現在沒有記錯 那間買糯米池那間 對 平記 之前灣仔中環那些好像全部收拾了 應該每個人都現在排隊吃它 就是因為外面買不到 那裏有隔景車 不知道做甚麼 但前一點有間賣茶葉的店 現在轉型賣西瓜中椰青 不過生意也挺難做 走前一點有幾間店 都是吃海鮮的 不過呢 因為六點鐘 按堂吃 它已經關門了 可以跟大家看看價錢 好像一間新潮海鮮菜館 好像之前吃過的 咦 它價錢加了 之前不會這麼貴 我不太記得幾錢 那現在一目八 兩個菜 馬拍到大廚 我們就走前幾間飯 有很多海鮮的品用 很多海鮮的店 都很美 那些海鮮都很美 很難遲一點 相差生意 都是168元 這間的味道比較香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試 記得這間行樂海鮮菜館 它很多年了 不過有些店舖還未收 大家快走 他們始終脫下口罩 我都不太方便逗留太久 現在走出碼頭 長洲的樓都很密集 賣東西吃的店舖也有檢測包賣 沒辦法 逆境求全 哪些找得到便買 這間店賣 桂國繩 還有平安包 還未收 這間店 這間店的精品都比較漂亮 還有這間 又有一間偉康 走到長洲樓頭 很多人回到香港 我完全看不到队尾在哪 很多人 6時後禁堂食 令我們無法吃 前面這間店 開了很多年 現在過了6時 沒有堂食 那些人就買外賣回去 買炒粉 粥 因為粥 加上腸粉 小碗43 大碗48 立刻做 好 先看這裏 這裏有一間八街 其實長洲的超市 買的地方也很多 走前一點就是長洲的街市 都已經關門了 剛剛看到有一間買台灣白虎瓜汁 其實我想買來喝 不過剛剛好不應該喝這麼涼的東西 過了6時 食肆很多都關門了 無論買小朋友衣服 又或者走前一點的冰室 很多都關門了 不如叫回六點後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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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見到這裏還有第二間匯豐的 這間魷魚肝 我每次來都光顧 不過今天不舒服便會買 不如叫回六點後清零 走遲一點吧 有些海味店 有些海味店 不愛川過 不去永遠 也沒有 每次都來 unser一天 好 今天 禁止 要賓 十分 非常 这种类也挺多 很多餐厅都是6点后已经三碗了 真正清零 是指宁静零 其实很想喝珍珠奶茶 不过气馆不好 有些东西真的要戒 这里也有单租单车 这里也有一些很怀旧的便利店 整个小间 如果进来就之前有些小店 好了我现在要趕着出去码头了 坐6点白环水到范平洲 那今天先拍着这么多 记得给个赞我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下条片再见 拜拜 这一个长包就好了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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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已经关门了 回到平洲了,現在下船了